蔡壁如現在不敢告啊 你絕對是熏虛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洪建毅 親上火線 嗆蔡壁如 不敢提告 因為前一天 她秀出手譽 質疑蔡壁如協助牽線金華城 手譽收件人林周明 上頭寫到金華城陳情人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長 拜會底下署名 壁如兩個字 隔了一天 蔡壁如在臉書發聲明強調 2017年擔任市長市主任 協調各局處解決市民陳情案 當年陳情的是金華城容積 由392%變560% 更說檢調查的是2020年以後 20%的獎勵容積 她已經離開市府了 痛批洪建毅拿明朝的劍砍 清朝的官 目的就是要毀滅民眾黨 但蔡壁如並未否認手譽是自己寫的 從手譽到日前洪建毅曝光 朱雅虎寫給蔡壁如的信件 原先蔡壁如怒喊要提告 至今卻悄然無聲 網友也開酸 真的清白直接告就好 發聲明有用嗎 之前不是說蔡解釋蔡英文 怎麼現在自己承認呢 而洪建毅又再爆新料 秀出金華城施工進度明細 111年10月19號動土典禮 卻等到隔年2月3號才正式開工 質疑柯文哲配合金華城假開工 為了騙銀行融資 金華城按持續延燒 究竟蔡壁如有沒有扮演關鍵角色 恐怕得要當事人好好說明 三雷十五週未知 有沒有台幣採訪到